在这个星光熠熠的夜晚,巴黎世家的秀场成为了杨超越展示个人魅力的璀璨舞台。 这位昔日以甜美形象出道的少女偶像,如今以一席大胆前卫的装扮,瞬间转型为气场全开的时尚富家千金,令所有目光聚焦于她一人身上。 网友直呼,这是财阀千金的济世感呀,直接表辨大小姐驾到统统闪开的气质了。 杨超越,时尚蜕变,妆容精致当杨超越踏着细高跟鞋步入会场,那一刻她不仅是星光璀璨的明星,更是时尚界的新宠儿。 她的妆容精致细腻,一抹红唇在灯光下更显娇艳,而那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自然垂落在肩上,为整体造型增添了无限风情。 眼眸深邃,每一次眨眼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故事,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光芒,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夸张扩间西装,女王气场全开当晚。 杨超越身穿的巴黎世家经典扩间大西服,无疑是整场秀的最大亮点之一。 这件西装以其夸张的肩部设计,巧妙地透宽了杨超越的身形比例,让她看起来更加挺拔,女王气质展露无遗。 黑色的西装剪裁简洁而有力,线条流畅,紧贴身形的设计不仅展现了她的曼妙身材,更赋予了她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 搭配下摆随风摇曳的长裙刚与柔的完美结合,让杨超越仿佛从漫画中走出的采发千金。 每一部都透露着不容忽视的强大气场,时尚态度,个性与自信的碰撞坐在主场位置。 与时尚偶像李宇春比铃而坐,杨超越手持大黑散,散面在灯光的映照下反射出点点光芒,如同雨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她的身旁一个超大号的手提包更添了几分奢华与随性,每一个细节都装选着她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驾驭能力。 杨超越以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时尚不仅仅在于服装本身,更在于穿着者的自信态度和个性表达。 网友热评杨超越与巴黎世家的完美融合第一次觉得巴黎世家的衣服这么好看,这恐怕是许多网友在看到杨超越此次造型后的共同新生。 杨超越用她的独特魅力,将原本可能过于前卫甚至难以驾驭的时装,演绎出了独树一致的高级感与时尚氛围。 她的百变风格,让巴黎世家的设计在她身上焕发了新的生命,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时尚的无限可能。 杨超越在巴黎世家的这一页,不仅是她个人时尚旅程中的一次华丽转身,更是向世界宣告在这个舞台上。 她不仅仅是那个曾经青涩的少女,而是已经成长为了能够引领潮流,定义时尚的超级巨星。